郭文貴議員 相信千呼萬喚此出來 洋洋灑灑成千字的監警會報告 其實就是撐警會報告 大家看到監警會本來的權責 是負責處理一般對警察的投訴 而今次監警會是變成一個 當然又好像是林鄭要求她 是做了一個處理整個反送中運動的調查報告 而當中裏面的內容固然是多層面地 見到她有偏頗的地方 這個當然不同的議員 或者我們一陣兩位同事都會和大家慢慢展述 不過我有幾點是希望特別是highlight和大家處理的 第一就是這個缺乏調查權的監警會 其實她能夠做到的權限 她作出的findings其實是建基於片面支持的 這個並不是一個猶豫 這個不是法庭 她亦都做不到法庭 是從各方面去聽取 或者一個調查委員會各方面聽取意見 從而得出結論的 大家先可以看到針對831來說 你見到監警會對消防署的lock的修改紀錄 它是定性為全然 而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白紙黑字 是實際上有人現身說法出來講過 她都不願意相信這個已經本身 是對她的公信力是第一個傳言 第二是牽涉到當晚831的時候 警方是禁止記者採訪 逼她們離開太陽 而在12.93段 監警會批評坊間流傳當晚的行動造成傷亡的傳言 基本上她是已經盡順了警方的單方面說法 而這一個是將責任推卸乾耳朵 這已經是不可取的 如果監警會認為831的真相是這麼重要的話 她是沒有譴責警方為何驅逐記者 有記者在這裡先有真相 而當你缺乏記者在這裡的時候 自然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真相存在 但是你竟然是沒有將責任清楚交代出來 這一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而如果監警會應該要做的 其實是要求警方尊重基本法底下承諾的新聞自由 秉公地容許記者在二人採訪的 而牽涉到傳言、留言等等 其實721她的finding 其實也是偏頗的 這個我相信一位我兩位同事會進一步交代 我現在想特別挑去結論的問題 其實現在大家都已經注意到 第16段特別是47和48是最具爭議的 監警會的finding 特別說示威活動在過去10個月已經變質 這個並不應該輪到監警會去講的 這個是由於政治角色上身 這一點而言就以這一點而言 已經是超越了監警會應有的權限 也都當然如此作出這個決論 是不能夠說服到香港人 而特別是同一段下面講到 它用一些的例子證明 經濟推向險警 警察的形象失去榮光等等等等的東西 你現在是不是做警察的代言人呢 你是不是做警察的PR公關呢 你的責任是監督警察 而不是為他去想解決辦法 而我希望大家特別指出的就是過去10個月 我們現在看得到 我手上的這個圖表其實都是監警會來的 就是當不同的武器大幅使用量大幅增高 特別是9月和10月之間那個大幅增高 這個其實反映到甚麼呢 其實是警察大家都記憶猶新 是當時那段日子警方對示威者採取的態度 是越來越過分 濫捕是越來越過分 這個是透過數字 透過警察使用武器的數字 是反映到出來的 而這件事監警會是沒有對警察 是作出任何形式的批判 這一點而言已經足以證明 監警會根本是缺乏一個 完全獨立的身份和角色 是可以對警方作出任何形式的制限 在交給郭佳琦議員之前 我想再講一點 今天是充斥著很多令人透不過氣的新聞 還有一件就是剛剛在法庭裡 第一位反送中運動被判暴動罪成的朋友 是用六年做起點 由於的認罪是四年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亦都令人神傷的結果 但其實還有很多人現在在環壓期間 亦都得不到任何保釋 而當監警會這份報告在同一時間出來 反而就是給不到香港人任何一種感覺 這份報告 掌握權力的人是希望令到社會降運 這一個才是真正令人失望的 請郭佳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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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監警會 正如他所說 是罕有地用一個叫專題的做一個調查 成千幾頁 很多市民 或者很多議員 和我們一樣 曾經有一種的遐想 以為今次的監警會 是能夠令公眾在由六月到現在 很多次的事件裏面是找到公道 不過很肯定的 大多數的市民看完這個報告之後 只有一個印象 他只是幫警察投資沒份 為何這麼說呢 在裏面其實 他不但沒有做到監警會 最重要的功能 監警會的功能就是監察 以及提出警察在幾次事件裏面 有哪些行為是超越了職權範圍 甚至去到違法 他沒有做到 他有沒有提出一些警方需要跟進的行動 包括改善他在紀律上 或者提出一些需要跟進的 甚至是紀律處分 刑事檢控失職的警務人員 他沒有做到 其實較早前我是委託了立法會的研究部做了一個研究 是看了世界不同地方監警制度的一些看法 有幾點我想說其實監警會在先天上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何這麼多年來我們覺得除非監警會是一個徹底的改組 否則這種形式的監警會只會繼續包庇縱容警方的暴力 亦都只是 好像今次的報告那樣 只是幫忙做公關的角色 不要忘記他用了我們納稅人每年 差不多是一億的錢 居然等於半個PPRB做公關我們是很失望的 我指出幾點是他在整個制度裏面一定會出事的問題 第一就是那個雙層的制度 在研究裏面講得很清楚 世界上大多數可以做到真正是幫市民或者整個公眾去監察到政府的呢 不是現在的雙層制度2-tier system 甚麼叫2-tier system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要投訴警察你一定要經過投訴警察科內部調查 然後將他的結果交給監警會是失敗的 是注定失敗 世界上大部分在一個完善監警制度裏面 都是會給他一個權力是直接接受投訴 以及直接調查的權力 甚至譬如在紐約的監警組織 他是有權對警員直接提出控訴 如果警方做一些是違反監警組織的做法 他可以甚至是訴諸法律要求警察當局是要改變這做法 這個才是有牙老虎 這是第一 第二 今天的監警會的組成是注定失敗的 大多數的監警會雖然都是毀淫在世界很多地方 但他們必須是一些是有能力 以及給大家知道是不偏私的人 老實實大家看看現在監警會的組成 除了另頭之外都沒有說話好說 所有都是給我們公眾看下去都是建制派 以及無論他自己的發言 好似我們兩位副主席張華峰 以及謝偉傳議員 大家都曾經都聽過他們對警察的一些看法 我們是很難能夠相信現在組成的監警會 在很多地方的監警會 是由一位法官組成 以及所有組成裡面是包括一些民選 是真正民選的代表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就是這次的結論會達到甚麼的結果呢 由於監警會是失去了他的功能 其實他原本是在幫整個香港 去找出問題的根源 然後從而去解決現在警察 在很多的公眾示威的場合裡面 是作出一些不合理甚至違法的行為 如果他這樣做是做不到的話 我們會看到接下來 在會更加多的警民的現場裡面 只會縱容警方事無忌憚 去繼續進行這些違紀 甚至違法的行為 這樣對整個香港的管治 特別對警方警察的管治 是埋了一個很大的炸彈在這裏 因為這些做法 只會最後導致整個香港的管治 是更加跌入一個 是很難去改善的一個環境 所以監警會 我們對他很失望 但我也最後講一句 我們的責任 無論多困難 在立法會我們也要提出一個 要做的一件事 是要徹底改革 現在的監警制度 取消雙層制度 要在組織和組成裡面 給他一個真正反映到民意 還有最重要的 他有獨立的調查權 簡單幾句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當初監警會就邀請了五位海外專家 來做這一份的報告 其實那五位專家 跳船跳得早 幸好 我想如果他當日沒有跳船的話 看到這份報告 跳海也不行 你看到他在過去做的事情 其實都猜到了 一定是出份這樣的報告 所以那些專家小組才會跳船 竟然夠膽死 是可以用榮光 來形容這班警察 再說一次 榮光只可以歸香港 不是一定歸警察 那麼 你又看到了 難怪鄧炳強是不是預先知道 用榮光來形容這班警察 所以他才夠膽死 可以走出來 說他們是神聖的工作 這些究竟是什麼的報告 大家可想而知 而香港的 剛剛郭醫生說過 我們需要的 是一個不單止是獨立 還要有認受性 有調查權力 有傳召權力的監警會 但是今時今日這個政府 不斷就說 我們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事情都未必會做 亦都停了做 甚至乎林鄭自己說 那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今天都完全是沒有影 他們就繼續 警察是濫用這個限聚令 抓一些人 明明只有一個人呢 都說你八個人都要給你一張告票 罰你兩千元 濫用這些條例 當我們的警察 是扭曲這些法例 濫用不同的法例 亦都使用的暴力 對待我們的香港的年輕一代 我們會以為 是有制衡的 是會覺得監警會 是應該說回公道說話的可惜 監警會只不過是警察的喇喇隊 這次亦都是再次確認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 根本上是不需要再對 這個政府有任何的遐想的了 好 我願意說幾句話 你會看到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why do people have such consent in the first place so overall this is a disappointing piece of document and over the past almost a year we see no sincerity from the public authority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this report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examples okay thank you you